就是排完了这个剧之后有什么打算 我非常迫不及待的一件事情 就排完这个戏之后 我要重新打开measure for measure 把这个剧重新读再读一遍 你把我说的都说完了怎么办 那我们一起再读一遍 我们要一起说 我们要一起打开它再读一遍 好吧好假 就是我原来在课本 在课本边上也做了很多笔记 然后我想回去再看看这个剧 看看原来的笔记 看自己的理解有没有不一样 有没有之前觉得合理的地方 现在觉得不合理 有没有之前觉得不合理的地方 现在觉得合理 有没有更深的理解 还有没有一些新的心得 这是我最普及的想要做的事情 我们上一次就是在提笔写这个剧本之前 把当时是五月份 我们俩去大烟山国家公园徒步 然后晚上露营的时候 也带着这本书 然后也看了一下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 去Petagonia的时候也把它带上 然后在徒步的过程中 再把它读一遍 可以 我那本挺毛的 Apple当上Kindle好了 可以当上Kindle好了 高科技拯救生活 对 还有另一个主意 其实我感觉就是开开脑洞 其实也挺 我觉得这个第一 可能不知道大家 看看大家时间 就是说我们可以召集演员 回来大家一起读MeshfulMesh 感觉小白就要Binja死了 我们就每次读到那个Claudio的时候 都不要读Claudio 要读花狗 说跟我走 别人都是很高大上的名字 Angelo Isabel 然后还有说Pompe Pompe其实就是没有 Lucio Mistress Overdone 对 然后每次到了那个 还有那个乔丑是朱莉 对 然后每次那个 对 Claudio一出现 花狗 还押韵 对 我就稍想让演员召集起来 诶能不能大家读一读 把这个剧咱们自己读 读本会读一读 可以伴随着火锅 各种腐败活动进行 对 Claudio 我不要花狗 我不要花狗 小白 读读读剧读本当然好了 但我不要花 诶挺好听的 白花狗 到底是白狗还是花狗 白狗非花狗 幸好嘞 幸好嘞 白狗非狗 花狗 花狗才是狗 好了吗 好了